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今年香港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.9% 并警告香港楼市面临急速下滑等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 2018年第四条磋商报告 估计香港经济增长将由3.5%下滑至2.9% 主要是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升温 环球金融市场收紧和失序 内地经济增长较预期大 以及香港楼市急剧调整冲击 楼市方面 国际会报告称 本港楼价仍被高估 建议双倍印花税、新盘印花税等措施 当系统性风险减退后应逐步撤销 多个地产业界都支持政府逐步撤纳 包括放宽按揭成数 不过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日前重申 按揭成数限制属逆周期措施 目前未能确认楼市周期是否已转变 故现阶段不会改变 新唐人记者黄晓翔、梁珍、郭卫力 香港报道